当大家去二手车网站找车时,除了见到价钱之外,有时会见到Lower Price 或 Good Price 这个标志 我相信这个指示是用现在车在市场价值,加上车的行车理数和整体状况来定价钱 这个我相信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除了见到这个不同颜色的indicator 之外,有时会见到一个橙色的标志写着Cat D 像这个这样 除了Cat D 之外,又或者你会见到另外一个叫Cat N 那这个又代表什么呢? 当你见到这个橙色的标志Cat N 或Cat D 的意思 即是说这个车曾经应该是发生过交通意外,或者是一些旧车翻新 那现在就做好,再推出市场买 这个indicator 其实就是保险公司去视乎这个车的损位情况 而作出一个指标,之后就作为赔偿的基础 其实不止只是Cat D 和Cat N 只有这两种分类 还有A、B、C和S 简单来说,如果A类别的损位 A,即是说这一辆车一定要判断,而弄不回 而B类别亦撞得很严重 主体汽车的结构也是弄不回 不过其他零件都可以拿出来卖 这样的意思 而C类别的意思即是说 车是应该可以弄得回 不过弄出来,人工和零件的价钱 是一定比车价贵 而S的意思即是说 这一辆车是撞到影响大阵或底盘的 不止是外表损位 所以要找一些很专业的车房去弄 Cat N 类别是指一些旧车翻身 或者是一些古董车翻身 弄的价钱是一点都不便宜 不过它是没有结构性的问题 而Cat D 类别是最常见的 因为它的损位和车的结构没什么影响 所以这个类别 我们在二手车网页是最多的 不过我也是建议大家 如果对车不是太熟悉 如果见到这些曾经撞过的车 都是不要买了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 可以去这个网页看看 今天和大家去看二手车 不过这里的二手车和一般的二手车有点不同 每一架车都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撞烂 里面的车多数都是一些保险公司 已经赔了给车主 接着收了回来 放在这个车场 让有兴趣的人进来买 在这里所有的车大部分都是由保险公司提供 而多数都是按照保险公司的合约规定 赔回车主 之后就可以现在拿出来买了 你进入到这个车场 你会感觉到 和你平时看开的二手车是有些分别的 因为所有车都不会有贴一张纸 告诉你这辆车是多少钱 和它的年份是多少 又或者这辆车的行车理数 走多数公里 不过全程都有一个车场的主持人 就帮助你 告诉你这辆车是值多少钱 这辆车是烂了哪里 这辆车如果损回大概要多少钱 然后全程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说 这辆车如果在市场没有撞到 是卖多少钱 现在我用这个低廉的价钱 卖给你之后 再帮你弄完 然后你再银回几年之后 再卖出去市场 你可能还有钱赚 大家听到这个车场卖的车 你敢不敢买呢 由于这里的车的车款 都不是很旧款的 大部分的年龄都不是很高 你会见到多数是2019、20、21、22都有的 所以如果对一些很熟车 或者是自己懂车的朋友 我觉得来看看就无妨 不过对我来说 我就不会在这里买车了 因为由于我对车的认识 就不是太深 而我对汽车维修 就更加不知道 那个报价是多少钱 例如弄回前头的泵把 或者车尾的沙板 整个烂砂要弄回有多少钱 这些对我来说 全部我都不是太清楚 所以我就没什么信心 在这里买车 又加上买了车回来 你可以给它做 或者你自己出去找车房报价 那整完回来之后 你又要开始申请MOT 驗车 又或者保险费又要买多少 我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对车不是太认识 都是去回一些很正常的二手车房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二手车店买车 那就最安全了 不过最后我都发现 这些车场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网页 每一架车都其实明码实价 说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哪里 现在卖多少钱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不妨去看看 不过我也是建议大家 看看毛房 除非你是对汽车维修有一定的认识 又或者你是有相熟的车房朋友 如果不是我也是建议大家 不要买这些车 那我们无意之中发现原来 我们家附近有一间是 是香港人开的士多 那我和Vision很八卦 那我开了20分钟过来 那我未来过这一边 这边应该是Bluerang 那是NG6的 那我们拍下这辆车 就去回大街 就去到那边 看看这边是什么事 就是这间了 那这个城市我们未来过 但是感觉挺好的 我觉得它周围好像都很开阳 它不是乡村 里面你会见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货品 和摆放得很整齐 这间我叫士多 它也有很多东西 例如我们香港人最喜欢的 有些煲汤料 蟲草花 我看到这东西比较特别 我很少见到 叫做腐竹片 腐竹 比较多 但是它是腐竹片 我看到有个 金的罗汉果 那这个我在外面也很少见到 那这里呢 也有很多汤包 很多不同种类的汤包 那你 那又有梅菜 你知道香港人很喜欢梅菜 蒸猪肉 那这里也有些梅菜 你会见到各种不同的即食面 在冰箱里面 你会见到有些急冻的虾饺 叉烧包 和一些鳳爪都有 我和Wendy来英国之后 吃豆腐泡的次数是多了 因为我们很常买来煮面吃 像这种泰式的海鲜醬呢 我也有试过的 那我就用来 你混些鱼露 那譬如有时候 你们蒸鱼 就是将它点到鱼里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代替 豉油 那你就混个鱼露 混这个辣椒醬 很好吃的 那 然后呢 鸡酱 那 香港人也很知道的鸡酱 它有甜酸味 很多时候要煮炸鸡 用来蘸鸡 用来蘸鸡 有很多用途 我又试过这种 这种是蝦醬 挺好吃的 挺香的 我又买过来炒菜 不错 不走之前 我在门口看到一个 写着很多繁体字的壁布板 原来大部分都是来英国的香港人 贴出来的 例如如果你想找家居维修 或者汽车维修 你就可以联络他们 或者搬屋 做飞素 和宠物美容都有 最后 当然要多谢士多的老板娘 Cola 可以借出一个地方 让香港人可以发挥到 互助的精神 今天已经是9月24日 英国的天气都开始慢慢转动 现在日落的时间大概是7点多钟 最近都开始收到很多网友说 已经来了英国 希望他们可以在很快地 适应英国的生活 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由空气 今集就和大家说了这么多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订阅和留言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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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不要和声